女排王一梅遭钉下怒对胃奶斑,她离去的背影让人泪崩。 29岁的王一梅这一夜只能将委屈的泪水咽下去。 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,在1月23日空下14分,帮助辽宁女排以3比0击败北京女排,继续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二,并且提前进入四强。 这一夜,王一梅并没有享受到胜利的兴奋与激动,只是在龚梅子的陪伴下黯然离开球场。 她离去的背影显得孤独落寞。 这一夜的王一梅遭到了辽宁助理教练郑宗元喋喋不休指着鼻子训斥,更遭到了队友丁霞的怒队。 身为辽宁女排杀进四强的功勋球员,王一梅体会到英雄迟暮的无奈。 原本该是辽宁女排喜庆的夜晚,却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一幕。 事情的起因在于郑宗元对于王一梅的一次防守失误不满,比赛结束了还一直说得不停,王一梅忍不住回了几句,双方发生了争吵。 丁霞原本是劝架的,但是事情发展下来,他帮起了恩师怒对王一梅,而且情绪非常激动想要动手,索性被队友拼命拉开。 王一梅随后在队友公梅子的陪伴下离开。 辽宁女排本赛季展现出了冲击冠军的实力,但是如今出现内讧事件,使得球队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在赢球的夜晚,身为助教的郑宗元完全没必要对王一梅喋喋不休训得没完。 即便是巅峰状态的球员在场上出现失误也在所难免,更何况王一梅已经29岁还浑身是伤。 王一梅灰嘴说了什么无从之道,可能也有过分的话。 但身为辽宁女排队长的丁霞没有控制情绪,公开怒对王一梅也不该。 一方面她是队长,低音维护球队团结,而不是成为吵架的主角。 另一方面,王一梅属于功勋前辈,丁霞作为后辈没有尊重前辈,让外界的人看了不舒服。 丁霞还是中国女排的主力二传,对于她来说,还需要好好练练内功,还得学习如何做一名球队合格的领袖。 郎平一向不喜欢惹事的球员,丁霞需要收敛脾气了。 王一梅完全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。 本赛季辽宁女排最初雪藏了王一梅,试图打快节奏的风格,但效果很糟糕,球队战绩不佳。 主帅赵勇后来不得不起用王一梅,球队立马强势反弹,一路高歌猛进杀进四强。 王一梅多次在硬仗中立下大功,她本赛季总共得到143分,在辽宁女排排名第三。 王一梅原本有在全运会结束后退役的计划,但是她依然舍不得排球场,又坚持了下来,有数字比赛,她打到最后几乎泪滩了。 她在球场上奋战的精神也曾鼓舞队友,去年12月王一梅轰下28分帮助球队逆转8一,赛后丁霞与王一梅相拥流泪的一幕还留在眼前。 谁想到,如今两人之间发生了口角。 这个赛季有可能是王一梅的最后一个赛季,如果能带着冠军切勿无疑是完美的结局,但是突然发生了内讧让辽宁女排争观前景不那么乐观。 但愿辽宁女排能够早日化解隔壳,王一梅与丁霞之间言归于好,别让大梅孤独落寞地离开心爱的排球赛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